上次我去福建呢 在他们的早餐摊 吃到一款凉拌紫菜 特别香 回来自己试做了几次 味道真的很棒 今天我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先把这个紫菜干锅给它加热 小火来烤 烤香它 然后紫菜呢 一般我是选择那种投水的 棉席紫菜 这种紫菜它吃起来比较香 而且又干净 紫菜烤香呢 它是特别酥脆的 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当零食吃的 把它拌成小块 然后给它装到大碗里 接着倒入热水 给它泡一下 搅散一下 接着我们再找一些虾皮 这个呢也是免洗的 用最小火来炒 这虾皮它本身就是熟的 我们只要给它稍微炒热就好 炒过了虾皮它吃起来会更香 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个凉拌汁 30克香醋 30克白糖 10克生抽 2克盐 一点点胡椒粉真香 然后给它搅匀 搅到这个白糖融化 这里面的橙醋跟白糖呢 它的比例是1比1 这个比例调出来它味道刚刚好 紫菜是不需要浸泡的 泡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挤干水 然后放在一个大一点的锅里 再把炒香的虾皮倒进来 然后就是刚刚调好的料汁 也淋上来 再来一点点香油 拌匀就可以吃了 这凉拌紫菜呢 它吃起来特别的清爽 又酸甜开胃 早餐用来送粥是特别过瘾的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用清爽的粥搭配清爽的紫菜 来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一天吧